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新北市的警方查获了一名洋版的李宗瑞 这是一名27岁的土耳其男子 他以交换学生的身份到淡江大学去念书 而在今年4月的时候他涉嫌性侵女大生 检警把他具体到案了以后才赫然发现 他涉嫌偷拍亲密影片 而且被害人至少有29名的女子 他长相帅气 而且还上过知名的交友节目 自称跟400多名的台湾女子交往过 北院晚间裁定他以20万元交保 参加交友节目王凯杰身材高挑帅气外形 一走上舞台就很亮眼 现在他不但卷入性侵案 几方甚至发现他有多段偷拍影片 情节犹如李宗瑞翻版 大家好 我叫Chris 今年27岁 体重77公斤 然后坐178公分 上节目自称是加拿大人在外贸公司当顾问 都是说谎原来他是土耳其人 目前已交换学生身份在淡江大学就读 龙媒大眼五官立体 阳光外表下竟然是披着羊皮的狼 王凯杰在4月企图性侵一名女大生 警方将他具体到案 意外在他电脑手机里 发现被害人至少有29名 一面中女子似乎不知遭到偷拍 行进和李宗瑞几乎一样 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喝个茶 或咖啡酒聊天 转起一下 好 再见 王凯杰来台五年 经常开名车到夜店把妹 不只否认偷拍 还声称女方都是自愿 虽然他否认涉案 不过法官依据相关事证 最后才订20万交保 检方一度抗告 不过没成功 后续还要设法找出引中人 厘清案情 就是李宗瑞安教组台北参访报道